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重量級的咖啡器材 就是這一台 就是Arco 它是Ghost Stories這家公司生產的一個 全新的魔鬥機 而且概念非常的前衛 那Ghost Stories這家公司呢 以前就研發過羊腳杯 還有一個叫做Gina的一個手沖的器材 那Arco呢就是一個 它在募資平台Kistarter 在兩年前募資了3000多萬台幣的一個 2-in-1的手沖魔鬥機 那可以看到 看起來它好像是一台造型很特殊的魔鬥機 但是你可以看這邊有一個打開 卡榫打開的部分 就是一個手沖魔鬥機囉 所以它的特徵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如果放到它的主機上面的話 它就是一個電動魔鬥機 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話 加上這個搖臂 它就會成為手沖魔鬥機 就等於說一個價錢你買兩個 一個室內用一個可以外出兩個概念啦 OK 所以這個概念呢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它同時呢 這樣的設計也得到了同點設計獎 那學長就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台機器我使用過後的心得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聊一下它的整體 這邊有一個開關 就開了以後呢 就可以把電機打開進行研磨 然後這邊有一個 Door的開關 到Door以後可以關起來 就比較不會跳動 然後就是差110V的嘛 那剩下的部分呢 就是跟我的魔鬥機相關的 好轉開以後呢 這邊刻度環是用旋轉的 外刻度環 所以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呢 它也很貼心的在 豆罐上面呢 有寫了 建議你從濃縮一直到 甚至於更細的 土耳其壺 然後一直到最初的法國牙 或還有Cobro 它都是可以OK的 所以它的 研磨的range 帶非常非常的寬 那學長測試過 濃縮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粉杯是磁吸粉焙 所以非常的棒 就基本上呢 強力磁鐵 可以把它吸得很牢 就算用手磨的過程之中呢 也完完全全是不會 脫落的風險 這點非常的棒 然後呢 搖臂 OK搖臂可惜 是用這個塑膠的 不是用木頭的 但是呢 整體來說呢 的設計上面 我覺得都還蠻前衛的 而且蠻符合現代 魔鬥機的設計的 OK 那概念非常簡單 好 那就是這樣子 組裝上面有個 有個溝槽 轉上去以後 就可以開始使用了 這樣的設計本身呢 其實 我們就可以使用比較 好的刀盤 然後配上一個電機以後 就可以完成高階手磨 也可以用電磨這樣的一個理想設計 那這樣的概念呢 其實雖然也跟大家講 這兩年有非常非常的高階手磨 很多額外的廠商呢 都想要做這樣的配套設備 但是呢 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家公司 它是原廠來做設計的 譬如說我們常看到的C40 然後是HINU這些高級手磨 其實它們有一些副廠的配備 它都會有一些問題 譬如說這卡榫的部分 可能結構上面就沒有這麼牢固 那在扭力的給予的部分呢 就沒辦法那麼的直接 那像這台Ghost Story的阿孔 它的特殊點就是說 它所有的電機呢 都是跟著它的手磨本身來做設計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很有趣的特點 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些點可能是大家比較不會注意的 譬如說 其實這台阿孔呢 它的表定的功率呢 有200W 200W其實是在魔鬥機來說算是功率蠻強的 因為像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小富士 小動物系列大概是100到130W而已 但是呢 轉速的部分呢 它的轉速呢 只有360轉 但是小富士這種系列呢 大概是1000多轉 所以我們發覺說它用了更大的瓦速 但是它轉速卻比較慢 這代表什麼呢 它把更多的能量呢 都轉移到了扭力上面 那扭力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效果呢 就是相對來說呢 不同的烘焙度呢 對它幾乎來說是沒有太大影響的 它的轉速基本上可以維持到一個 比較穩定的轉速 就是360轉 在手沖的部分呢 大概是10秒左右就可以研磨完畢 那如果你用到濃縮 那學長是上那個 LAMA SOCO的機器來測試過後 濃縮需要的研磨度大概是 0圈 它是一圈一圈的算 0圈的力於50格左右 大概需要研磨的秒數大概是15秒到20秒左右 其實速度算是蠻快的啦 比手沖的慢一點點而已 整體的研磨的風味的表現上面 我覺得穩定度真的是非常的好 那我也覺得這是 這個ACO這台主機本身呢 設計上面很有用心的部分 比一般那種 副廠的主機的結合來說 我覺得是有合理多了 那也比那種 有一些是USB充電的 基本上那種碰到硬的豆子 它就會跳豆 或是要退刀之類的 那ACO就幾乎是沒有這種問題 無論你磨到多細 甚至磨到拖耳器壺 它幾乎都沒有退刀的問題 所以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是Ghost Story 這台ACO非常非常厲害的地方 也是我非常喜歡的地方 OK 那在主機的表現呢 我也分享完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討論一下手磨的部分 那手磨部分呢 就加一個搖臂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進行研磨了嘛 那它的筒身呢 是比較粗的 但是呢 它有附一個這個 矽膠的矽膠套 所以你的握感上面呢 是非常好的 那矽膠套是很薄 但是我覺得薄是一個很好的好處 因為它本來 它的筒身就比較粗了 如果你矽膠套再很厚的話 更不好握 所以我覺得用薄薄的矽膠套 以我們亞洲人的手來說 握起來是比較舒適的 像我是覺得握起來非常的好 然後呢 搖臂加上去以後呢 大約研磨的速度呢 手沖來說大概是30秒到35秒 OK 以學長來說呢 也是第一梯隊的啦 然後神力程度也很好 也是第一梯隊的 在濃縮的情況之下呢 大約要磨45秒到1分鐘 所以濃縮來說 當然還是比較吃力一點 但是以它的神力程度來說 磨濃縮也是OK的 至少比C40省力非常非常多 那它可能在手搖的部分的 比較大的缺點呢 就是關於它的搖臂的設計上面呢 是比較沒有那麼緊實的 可以看到 這個搖臂這個孔呢 跟這個孔呢 它加上去以後 會有一點點鬆 OK 雖然對你的研磨的品質 是幾乎不影響 但是你在撕裂的部分呢 可能會覺得說好像手感上面的 扎實度少一點點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 但是呢 以學長來說啦 我的定位主要是把它放在 跟主機結合上面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問題對我來說 影響不是非常大 OK 那在外觀呢 以及它的使用上面呢 我們弄明白以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刀盤吧 好吧 也是大家最關注的問題 那阿口它的刀盤的拆線呢 有點特殊 它必須要用一個這個小配件 然後它不能直接拆刀盤 那這個小配件的使用呢 也很簡單 然後跟大家講 就是你把這個 像是回魂針也行 它如果掉了 你用一般的回魂針也行 然後呢 在上面呢 這邊 它的刀盤上面有一個環 然後對到小洞以後呢 把這個回魂針插進去 這樣子 固定住以後呢 然後把我的這個 腰臂呢 放上去 然後逆時鐘 轉兩下以後呢 把手放在下面 因為刀盤要往下掉了 這樣 轉兩下 你的刀盤就 鬆開了 OK 然後呢 刀盤就可以取下來了 然後這邊這一塊呢 你可以 如果你要清潔的話 這個 上蓋 固定的上蓋 你也可以清潔 你不清潔的話就放這沒關係 就可以把你的刀盤 外刀盤 外刀盤在這邊 內刀盤在這邊 拆卸下來 然後它零件呢 其實就是中間有一個這個 點片 然後一個固定的軸承的部分 然後刀盤就可以拆卸下來 然後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非常粗的 中軸 然後它設計上面呢 是蠻穩固的一個原因 然後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阿口的刀盤 然後呢 黑色的 那如果眼尖的 朋友們應該第一直覺就會覺得說 這個刀盤怎麼好像似曾想知道的 學長 自己猜測啦 雖然官方並沒有告訴我是不是 但是呢 我個人猜測了 它這個刀盤呢 跟 KINU的M47的 就是普通刀盤呢 有95%以上 是很相像的 那學長也比對過了一下 基本上 覺得非常的像 然後呢 雖然官方是告訴我們說 它是 淡化鋼 的材質 所以淡化鋼其實就是 就是把不鏽鋼呢 我們再經過一個淡化的處理 然後它的表層就變得更硬 所以在切割的部分呢 它會很俐落 那風味上面 我個人測也覺得有 80% 85% 是接近的 就是非常飽滿的風格 所以呢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但是 原則上啦 反正KINU的手磨本來就是一萬出頭 它的高配版 可能要快一萬二一萬三 符合這個 阿口它的價位帶 所以用它的刀盤我也沒覺得不好 那風味上面呢 如果你喜歡KINU的話呢 其實這台概念上有點接近 但是呢 還是有點差別的 把刀盤組合進去的時候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它主要差別的在哪裡 然後呢 看 鬥上去以後 連這個很粗的中軸都跟KINU非常的像 這個環 鬥進去 墊片鬥進去 踏到我的軸層裡面 然後裡面的軸層裡面呢 全部都是不鏽鋼 把這個上蓋呢 稍微 先手轉一下 然後固定快好的時候呢 一樣 就用剛剛那個小道具 把它兩個洞對齊以後呢 固定死 把你的軸層呢 剛才是逆時鐘嘛 現在順時鐘 轉到最緊 OK 就完成了 它是完全不用矯正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可以看 轉到最緊以後呢 然後我把它轉到最底 它就是歸零了 所以 設計上面是這樣的放的 OK 那接下來 學長跟大家講嘛 因為剛才也說了 它的刀盤呢 我個人推測呢 就是跟KINU是90% 應該是一樣的 但是呢 因為KINU是手磨 所以它整體的研磨的速度 當然是低於它的電動 所以 我覺得 ARKO它有一個很大的 很棒的地方就是 它 當它是用穩定360轉的 這個轉速 相對於手磨來說 當然是快一點點 那整體的風味呢 會比KINU 再更輕量 然後呢 再更 層次再更開一點點 那KINU的本身特質 反正就是很紮實 風味很飽滿 相對於C40 那我們都知道C40的香味比較強 那它的酸甜啊 中斷的部分 稍微 跟KINU比較起來 就是萃取率是比較差的 那 GO STORY我覺得 介於兩者之間 因為它的轉速呢 又是比KINU快 所以呢 它又稍微再修正了一點點 讓它的風味再開一點點 所以呢 在 我在使用這台GO STORY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用的研磨度呢 大概是 兩圈又十個 它的官方建議的 的研磨度呢 這邊有寫 它 FILTER 是 一圈三十到兩圈二十 它一圈是六十個啦 所以我大概是兩圈又十左右 我覺得是 整體風味呢 非常的好喝飽滿 然後 相機其實是表現也是很OK的 完全是就是萬元磨度機的等級啦 所以如果 你喜歡追刀的風味 因為追刀同時它的瑕疵率是相對來說 比平刀是低蠻多的 比較不容易出口大味 所以如果你本來就覺得說 手搖磨度機 譬如說像Kinu這個等級的磨度機 你非常喜歡的話 其實 阿口呢 其實就是Kinu的一些小改版 方向可以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就會覺得說原來 如果一個電動的Kinu大概這個價錢 那最後呢 學長再補一下說 我目前用起來覺得這台 它比較有一點小毛病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研磨聲音是比較大一點的 因為它的功率上面設計就是200W 所以聲音卻是轉速的聲音比較大 你可以聽一下聲音 是聲音是比較大聲一點點的 但是呢 好加在是它的研磨速度是很快的 大概是10秒左右 10秒到15秒就研磨完了 所以聲音卻是大一點點 然後第二部分是關於它的刀盤上面比較容易卡聲 尤其是無論電動啊 或者是你用手磨 它下面刀盤跟Kinu很像 就是下面會沾粉 那這個情況之下學長建議 最好的方法還是要搭配一個吹球 因為其實這個沾粉現象呢 這樣解決就可以很快 就是你磨完以後呢 你也不用拍機器了 因為它其實管道裡面是不怎麼卡粉的 所以你不太需要拍它 然後它也不太會卡豆子 所以建議就是你把粉片拿下來以後 就是拿吹球輕輕的往上吹 讓它自然的弱粉 可以解決95%以上的產品問題 學長覺得說 我用了好幾天以後覺得這個問題其實 只要你使用習慣好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解決啦 所以如果以上的問題 你覺得也不是什麼問題 你可以解決 然後呢 在風味上面呢 確實是絕對有萬元以上 手搖磨豆機的等級 同時又可以兼顧一個電動 跟手搖的這樣的優點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AQUO 是一台確實滿前衛的 很好的機器 當然風味上面也非常的好的 OK 那我們今天的開箱就收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